我在看萌萌给我写的本案 怎么说的呢 吃到好吃的汉堡还是很开心的 别再排了 别再吃了 不要再埋了 然后他们的本店是米其林疫情的 全军价格是2300 自己吃多少汉堡 这期视频点赞过失败 就带萌萌去十家店的本店 一键三连 这次一定哦 大家好我是王师傅 今天是我们的特别企划 因为疫情被隔离在家 我已经大概14天没有出过门了 听说最近疫情期间 上海的各种饭店 都推出了各种非常牛批的外卖 然后我们找到了一个 最最最最厉害的 它是一家叫做 奥巴斯基拉 它的本店是一家米其林疫情的饭店 它的主厨是一个女主厨 然后它被评为了 2021年亚洲最佳女厨师 他们在疫情期间 推出了一个特别的套餐 就是这两个 跟女婿他们饭店里吃到的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它这个叫做 手厨的off menu 指的是主厨下班以后 会给自己做的吃的东西 但是这可能是我这辈子 点过最贵的外卖 我们一会儿来开箱一下 我跟毛毛被隔离在了不同的地方 他在浦东 这期视频我们就请来了 一位特邀嘉宾 让我们掌声欢迎 这是我的室友 好 今天请你吃的特别贵的外卖 我每天点的外卖 大家差不多有点个四五十 差不多 你猜今天这边外卖多少钱 三天 也没有那么贵 四五百吧 有有有 那是什么好东西呢 我们打开看一下吧 给大家开个箱 这是个饭盒 香味腊肉和牛宝套餐 和一个真香鹅肝和牛宝套餐 这搞了半天就是请我吃个色拉什么 看上去就很听闭 是个啥呀 我跟你们讲刚出来然后我们拿到没多久就很快 你上面的东西跟我不一样 我这个是一个凯撒沙拉 我上面是薯椒 你一个东西叫风味薯角还是穿辣味的 我这个有点 就是很想吐槽它 太融化了 你这个是鹅肝的吗 我这个250你这个280 你那个250 那标这个价格我觉得可能是有点说法的 还送了一套塑料的餐具 然后这个饭盒我觉得可以重复利用 它里面甚至打开它的时候还掉了一个标签出来 那时候饭盒可以用微波炉加热 我们先试一下前菜把这个汉堡煎放边上好吧 看上去很普通的凯撒沙拉 他们说这是主厨下班以后会做给自己吃的东西 主厨吃的还挺健康 你确定你不做盖椒饭吗 可是还有两瓶饮料 这上面写的grape 这上面写的pineapple 应该是菠萝味的 我应该是葡萄味的 这看上去像那个银耳根 你看到我们里面的冰块还没有融化 说明这个外卖到我们手上确实没有多久 它并不是过了很久以后样子变得怎么样 平常这种隔离代价 我就很久没有吃过蔬菜了 这个酱料比较奇怪 不像是凯撒沙拉里面吃吧 味道比较厚重 然后这个蔬菜不是很 不过只打个分吧 你蔬菜吃的比较多 2.4吧 我打一分吧 给它2.4是因为现在蔬菜不太容易吃得到的 也没有很难吃 反正就 就是一个蔬菜嘛 对 来吃一下这个 这个我吃过了 它里面软掉了 软掉是因为焖酒是吧 有可能 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老话 我们这些外卖并不是放了很久以后再来的 就是刚做出来马上就拿到手来 只是说实话 你捡很多这种炸的这种东西 到手其实脆也有很多 对 它是外面肉软里面肉软 这两个前菜没啥我说的 我觉得非常坑爹 汉堡 我不知道哪个汉堡是哪个 我打开看一下 我这个是280 你是250 我是250 你这个是香味腊肉和牛堡 湖南长沙地区的独特风味制作的汉堡 它是用腊肉的方式制作的培根 这个肉饼就是和牛 我觉得它挺良心的 它的肉馅比面包还要厚 因为它面包就不是很厚 里面还放了一些碳烤螺丝胶 还有一些湖南的萝卜干 还可以 一种前几天吃的饺子好吃 真的还假的 我的这个面包打开以后 可以看到有一整块的鹅干 配料呢 它是东北风味 现饺和的牛肉饼 然后是用东北大酱腌制的鹅干 然后里面放上了一些东北的酸菜 还有一些蓝莓酱汁 还有一些榛果碎 可以看到很多汁水 它汁水确实非常多 我平心而论 我的这个也不难 它看着不太好吃的样子 但是 它作为一个刚出炉的汉堡 它是好吃的那种 我们换点咬一口吧 我给当下250 给你250 嗯 我这不是好吃 我觉得我那个好吃 那换回来吧 我这吃来吃的感觉 就是整块牛肉饼 然后配上它们一定有点咸的味道 然后我刚才腻是吃不到的 是因为整块都很腻了 所以吃不到鹅肩的腻 它不是宣传太难 它是说的很多的这种说法 但是你吃下去是完全感觉不到的 对 人家腻会下去就是 是肉 对 对 就腻肉面包 然后还有一点菜 就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吗 对 就我们两个都是留学生吧 嗯 那边肉饼掉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汉堡是一种很浪费食物的做法 吃得好狼狈啊 就汉堡是一种让你吃不到食物的味道的那种做法 什么叫快餐啊 就是三四口就可以用到肚子里然后去吃饱了 我们试一下它的饮料吧 我觉得好腻啊 它是带气的 酸的有点苦吗 哎呀我这个人是 嗯它可能是放了点原来的汁 然后再打了点苏打水进去 嗯对 不算是特别好喝的饮料 但是喝起来会让你感觉有点健康的那种感觉 我感觉我这个馅料可以加点白米饭 这可以放个菜 我今天中午12点就起来了 下午2点 然后现在就5点 我为了拍这期视频 洗了个澡 烫了个头 重点不在这个地方 我下午2点的时候好饿啊 所以我现在把它全吃完了 那我问一下你觉得这个好吃 还是之前你经常会点的那个Five Guys好吃 我们也做过Five Guys的视频 前面贴个链接 Five Guys现在就在我住的地方附近嘛 所以我也经常会点它的外面 Five Guys玩乐它 它那个汉堡已经算很贵的 一个种东西都加完 一个套餐大概要50左右吧 然后今天我们吃的是一个250 和一个280的套餐 大家觉得值不值吧 你觉得值不值 炒个饭吃吧 十三不行 下点水饺 我在看萌光给我写的门案 你怎么说的呢 我中间看到一个重点 吃到好吃的汉堡还是很开心的 吃到好吃的汉堡还是很开心的 这期视频不用我付钱啊 他们已经把钱付了 所以我还挺开心的 如果我自己付钱的话 我现在跟开心两个字 就不怎么沾边了 如果有人请你吃这个 你会很开心吗 请我的话吃什么都可以 如果你自己付钱呢 我退钱 有这么夸张吗 太贵了 他们的宣传PVT 我看了真的做的还挺好的 那么说明它比较做营销嘛 然后他们的本店顺理其林一行的嘛 人薪价格是2300 自己吃多少汉堡 不是做汉堡的啊 汉堡是厨师下班之后给自己做的 他们的本店是做fine dining的 你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你有吃过要换正装的饭店吗 你哪里是我 我去过 但是因为他要穿正装才能 所以你就没进去 我就没进去 我也是这样 他就没让我进去 这叫fine dining嘛 就是要穿正装 然后有一个一系列的用餐仪式啊 什么喝不同的酒 要换不同的杯子啊 吃不同的饭店 要换不同的刀叉 就他们的本店是做这个东西的 明白明白 没进去过 但是听说过 见过 我也没吃过这个 我就觉得一个要换正装的吃饭 吃饭这个世界很随便的啊 在我看来 我们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 我们也没有说它不对 对 对 它是对的 我们也是对的 对 对 我觉得不能穿拖鞋进去嘛 这等于说我们是不是没进去嘛 我现在是3月31号嘛 4月1号开始普希会 对明天开始就 就不能点外卖了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能点外卖的 所以最近并没有感觉生活非常的 有什么不一样啊 半夜那顿饭 外卖的选择比较少 所以半夜我们会吃个泡面或者吃个水饺 但是明天可能就感觉到区别了 等到4月1号开始到4月5号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的感觉 因为听说明天外卖点不到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出去吃过饭了 是 我好想吃火锅 我好想吃火锅 我也好想吃火锅 我就特别想吃火锅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快点好了 我觉得我们是真的不知道拍啥的 像这种汉堡 也不是 别再拍了 别再吃了 不要再埋了 其实视频花费人很大的 这些视频是毛毛出钱的 谢谢毛毛 对 谢谢毛毛 等到疫情好转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带毛毛去吃一下这个店的本店 这期视频点赞过十万 就带毛毛去吃家店的本店 他本来上写了15万我觉得点不到 你们觉得不值得点个赞好吧 觉得值得就不要点 就是我想把我在直播讲的笑话给大家讲一下 给大家讲个笑话 有一个猎人 我准备好笑了 对着一个狐狸 开了一枪 结果猎人自己死了 狐狸说 哈哈 我是反射虎 对你要过一会儿再笑 原来是反射虎 哈哈哈哈 一如既往的我们的读评论环节 然后我妈看见了王师傅的造型 问我现在的COSER这么敬业吗 这布欧扮得还得塞这么多肚子 这个比反射虎还好笑 这个比反射虎还好笑 关键点在于为什么他妈会知道不欧呢 因为现在很多80后都有孩子了 所以他是一个80后的孩子在给我评论吗 他是一个00后 合理吧 合理 看完这个模仁波 我的建议是下次去正儿八经的贵的店里可以直接COS米其林轮胎人 那个也要塞好多肚子 我不用 好 这个是没了解的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观众 记得点赞投币转发收藏 然后最近我看到了很多新的账号你知道吗 王师傅和小猫猫 然后把猫猫的头披了一下王师傅和刘菲尔 然后王师傅和小纳鼻 我还看到那个王师傅和周淑怡 但你们没有想过把王师傅换成别的吗 哈哈哈